大家好,欢迎来到BBD解说三宫杀国战 今天继续带来国战录像 今天也没有什么主题 然后咱们就共同看录像 当然了内容还是蛮精彩的 先看第一局 第一局主视角玩家爱丽叫肖虎帝 26区玩家感谢他的录像 这边可以选的组合很多了 这个我是感觉可以任意搭配 楚国马超委员也挺厉害的 有点一马,对吧 强命吸血 活到后期还没 曹操、徐楚的珠连碧盒也是很不错的 或者曹操虚晃,对吧 因为有曹操嘛 所以一般情况下不太会断黑沙 这样也可以冰,都可以选 你个人喜好就好了 这边选择了曹操、徐楚、珠连碧盒 我刚才是不是说成点威了 这个反正徐楚点威嘛 都是曹操水的大将 三国排名前十的武将 这边164直接开南蛮 这边加徐选择的亮将 这边三血不卖托管 标个飞位 这边也三血不卖托管飞位 这边164对着169一顿顺 看起来蛮像这个群卫的 结果杀出张角 他继续杀,难道你是个卫国吗 难道你是一个卫国吗 看起来这个动作就非常的像卫国 好,甲徐恐龙亮将 应该是包养这个张角了 至于这笔看一下 他应该也不会去动 那边四血你也不可能一下打死 他肯定是优先包养张角为主 保证张角不死 这边挂装被过 好,巡运直接亮将 表示忍不了你们这个大群雄了 要干你们 拆一下 还剩一张闪,一个黑桃 还是不能杀驱虎 这边先看一看 看看到底有没有什么其他势力 没必要着急去动 好,结果这边又是一个群雄 这就悲剧了 这真的要悲剧了 这边我感觉啊 这个双雄最好搞一张杀 去杀一下张角 张角那边有一套 有一套煎冰果子 可以发动雷击 看他怎么搞 这边有恐龙 他好像没有扔杀 看恐龙给他什么牌 恐龙怎么都给 恐龙都给张角了 张角也不需要那么多牌啊 这边是搞的是个寂寞 你把杀还不如给这个双雄呢 这完全不知道 那边张角明明有一套嘛 对吧 搞的真是真心是个寂寞 他说不杀你的 没杀啊 那边贾许不给他杀吗 听我这陆逊是个魏国 不是是个吴国 是吴国这么上来乱忙三雪的 而且那边亮个贾许 这完全不知道他啥意思啊 感觉到乱打 你给你说你给这个 虚胜有没有闪 好漂亮 你说你给张角那么多牌干嘛呀 张角又用不了那么多牌 是吧 你还不如给这个华佗呢 这边被冰 那就应该也干不了啥了 就两张牌 124赶紧亮将 还藏 藏什么藏 这就没必要藏了 这时候明摆着大群雄你就出来干就好了 这种时候真真心没必要藏啊 马上就得干 不干你就被 打惨了 好 这边寻遇国家还不错 还可以继续玩 然后172的身份也是非常关键的 这边他肯定要批了 批死陆逊了 这边被铁锁连了嘛 肯定批死陆逊 只是他们没有想到那边是国家 只是单纯想到寻遇 国家也没有卖血 就一记都忘了 每一记都不点啊 估计是守三了 杀一刀 原这边有完杀吗 我感觉假许啊 你扔点红牌给画图好吗 你给画图扔一堆黑的干什么 你把红的给画图对不对 都是桃子嘛 就扔一堆黑的 然后图元姐来了 这个表示跟那个寻遇很投缘 所以把国家给翻了 就是这么个道理 这边真的是大群啊 看还有没有机会翻了 打群雄 别先着急吃桃 先考虑驱虎 我见到路人的寻遇啊 都是上来不管三千 一千吃桃 吃完桃再说 他不先考虑驱虎 这边肯定是双量了啊 没得说了 你再不双量 就被打成狗了 这边直接裸一 虎公裸一九杀 这边看看 你看贾许托管了 你托管是啥意思 你手里全是黑吗 你有红你 你肯定给画图啊 因为你给画图牌 给了画图一堆红牌 也没有人会去打你 他们肯定优先是打画图 这边当然被乐了 那也没办法 继续搞 神乐 拆距离 保护画图 这个也没有问题 吃桃过 感觉贾许这个桃嘛 可以不吃 因为这时候肯定没人杀他 他即使留一闪一桃就可以了 好 这边出了个肝宁还不错 哎呦 肝宁 不会玩啊 这边你不知道优先该拆什么 你拆了个张角了 顿干嘛 你们是准备打张角 其实现在又不打张角 你要么就拆手牌 要么就拆距离对吧 拆手牌是拆桃对吧 你拆张角的顿干嘛 现在又不打张角 不是打张角的时候 那随便了 然后这边 假许怒给曹操送杀 当然他也不知道曹操手里到底有没有杀 所以也就无所谓了 这边去杀张角 直接劈干凌 终于到杀张角了 你看你把那个顿给拆了 还方便人家发动雷击 人家黑鲨都可以发动雷击了 对不对 你去拆那个盾干嘛 借你之手 与他一搏 这时候打死华佗了 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就一下 不过华佗应该是贵了 华佗一看 球淘去到那边了 他就闪了 浪费曹操一次出杀的机会吧 这肯定华佗要死 对不对 这没有办法的 许胖子在关键时候还是很厉害的 就每回合能打出特别高的输出 这边铁索又去连 你杀不死干凌 干凌就是小和拆光你了 不能让你再有雷击的机会 扒光他 要不然各种雷击的机会 刚才你就应该拆那把黑青钢剑 真敢杀 不过也不过也正常 之前他裸摸了两张 未必会摸到谁 而且你那张黑桃牌已经给他拆了 这边被玩杀了 那没有办法 就是救不了的 怎么玩 安蛮的话肯定不能开 不要开 你这会开安蛮 你就要崩盘的 安蛮绝对不能开 扔了就好了 对 理智理智 一定要理智好 神万剑 这张万剑很可能扭转局势 群无陷 这边张角已经是名没闪了 所以非常有可能搞死张角 又一个罗伊 阿战三百回合 张角应该是去了 这捞不回来了 当然了 你救一下也行 防止那个贾许被罗伊 这边上张角挡一刀吧 万一贾许也没闪了 其实更惨 好 这边又来个神决斗 这就屌了 可以先杀了张角的决斗 庞德 大群 瞬间被许胖子打崩了 乱吧 最后的机会 确实最后的机会 这边吃一个桃 可以留一个桃 留一个桃并不是防甲许 是防 一会儿 万一庞德出来把这个徐玉给弄死呢 对不对 已经准备这个弄死群玉国家 看看能不能弄死 这边有杀 还好 还好 就看你手里有没有闪了 或者有没有逃酒了 不然真的被完杀了 如果他被完杀的话 还不好说 好 有个酒 那这个你 群雄就没机会了 这口酒真的要命了 除非这边庞德能添渡 他有一丢丢机会 不能添渡 就这一丢丢机会都没有了 这样的话 群雄就瞬间被打斗了 你可以先驱虎 再开草原 不过他可能是怕驱虎自己死的 他就是万一草草里面大点 他点小 这边剩下的话 就快进看一下 就可以了 此乃驱虎吞狼之计 再看一句 主持人玩家 爱的叫LOTOS 萧萧 酒驱的玩家 感谢他录像 这边还是什么组合都可以选 曹涛越境你也可以选 对吧 吸一堆杀 然后各种消 群雄的你怎么搭配都可以 独菜 嘉许 嘉许太后 独菜太后 都没什么问题 就让他选择了 嘉许太后 是我 我可能会选个独菜 然后嘉许太后里选一个 因为我觉得生存能力更重要 可能嘉许独菜好一点 又能生存 又能秒人 仪在牢 看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放南蛮 没有 这个人不要冠师傅 要寒冰剑 看来他喜欢黑色装备 难道跟黑色装备有关系吗 只能说你只能前期有可能这种推断 对不对 按照常理来说 一般情况下都是喜欢冠师傅 对吧 前期的话 后期你可能寒冰店会针对一些卖血流 这边反正是被拆了 甭管什么刀都被拆了 拆完他又去杀了一刀 感觉不大像吴国 看一下189 看他完 然后出来个风婆子 这绝对不能亮了 估计他本来是想亮的 结果月鹰抢了首亮 这种情况下绝对觉得不能亮啊 你亮了啊 这个月鹰就把就就就就把你一顿揍啊 绝对一顿揍啊 路人就这样 你随随不亮忍了 这忍了 因为你忍了 他有可能打你 也有可能去打其他六个人 所以说你还有这个对吧 有这个七分之六逃脱升天的机会 你看那边去打那边了吧 这边还是龟一下比较好 这一直比掌握人看看吧 随便看了 看谁都行 拖管他就别看了 拖管让他拖着去吧 实在不行就砍他一刀 好这边看孙权 当然你现在不能砍 你砍他一刀你跳鼠了 所以起牌过就好了 谁也不砍 有个决斗 这边看到孙权就不用管他了 孙权的话一般这时候也不会动 扔乐 也不敢乐 黄元英 说实话 这疯脖子出来 如果不是大家一拥而上 真的没人敢动 这边169直接去补刀了 卫过吗 果然是卫过 直接补刀去了 收人头了 收了就收了吧 喜欢杀我是吗 原来是仇傻 不是收人头 送给你一程 路人喜欢仇杀 再送一程 送不动了 好这边出来了 貂蝉马腾 貂蝉马腾的话应该开个大 回复回复 又是一条好汉 对吧 这不又是一条好汉吗 看月鹰怎么玩了 看他是愿意打谁 好他有知理之笔 看了一下 那这个知理之笔 很可能决定他的行动方向 也能告诉大家 他看到的案件到底是什么 拿一张铁锁 这边先抢八卦刃 保命要紧 活命要紧 哎呀这疯婆子实在吓人 说不定他什么时候就掏出一把链弩 看他怎么玩 好他直接去连徐广和这案件 那不就是暗示案件是卫吗 对吧 这就是一种暗示 对吧 下次注意点 下次注意点 这边果然是卫 寻月 谢雷格勒 好的 这边还是没有什么可以动的 挂八卦刃扔两两闪过就好了 那这一下貂蝉瞬间没什么嘲讽了 不过魏国会打他的 也不能说没嘲讽 魏国会打他的 这边这个孙权啊 是个仇位的 你其实啊 孙权完全没必要去九杀司马 你不动 这个寻月和司马必定会去打貂蝉和月鹰 而貂蝉和月鹰这两个人是完全可以对抗这两个卫国的 还没到完还没到不能对抗的局面 你这么拼命 你遭来的就是卫国对你的一顿毒打 而人家就不会去打那些 那月鹰 貂蝉了 所以追尊权打的是有问题的 你要是 就是说去打卫国的情况是那种 就是卫国已经 庞大到不可不可抵抗的地步 那你肯定要干了 那你不能过度猥琐现在局面明显是 这个貂蝉和黄鹰完全能对抗这两个卫国 所以就不需要你出手 对吧 好 这边张辽也出来了 那你下回合可以考虑出手了 对吧 因为当时刚才张辽的身份并不是明的 那你下回合 比如说你刚才那回合不动 对吧 然后你这回合再出手就可以了 看情况的 国战本来就是瞬息万变 国战就跟战争一样 就是局势是瞬息万变的 前一秒钟和后一秒钟 很多局势就会发生很大很大的变化 你这个离间的有点诡异啊 这怎么离间 你不离间司马张辽 你这边让那边拿着个狮子 一会儿狮子就冰出去了 什么乱七八糟 对不对 你就 审时夺势嘛 每一秒和每一秒的局势完全不变 你要是心大 你就留决斗难瞒 对不对 有个梦想 怀揣着梦想 秒全场 目前反正击火目标不在你这 冰孙权香香 你看这回头也不亮了 不亮就算了 不亮你肯定会被打 我感觉你还不如亮了呢 你反正你或者亮一个将 就亮个孙权洗洗牌 这边你看那个狮子被反馈了 你就离间不白离间了 那边又冰出去了 有什么意义 国战啊 就是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 他可能一会儿是你的朋友 一会儿是你的敌人 对吧 这边主视角这个牌肯定就要卖掉貂蝉了 估计我估计他就是准备把貂蝉卖掉 这个看看能不能收全场 有这种机会吗 对吧 当然他可以先看看摸什么牌 比如说摸个桃子就吃个桃过了 摸不到桃子摸桃子 反正然后他摸到桃 他也选择了洞 那行吧 其实我感觉可以吃个桃再憋一轮 因为是这样 你吃个桃再憋一轮 这边这个孙权啊 他肯定忍不住了 他肯定得出来 再帮你打一打 你手里再藏一决斗南蛮 下回合再搞一下 也可以 这回合也不能 你也不能说绝对错吧 因为太想搞死司马了 但是万一搞不死呢 其实很麻烦 万一搞不死真的就很麻烦 能不能打死 打不死就麻烦了 打不死真心麻烦了 这就有些麻烦了 所以我感觉刚才的时机还并不是特别好 主要是摸到桃子 你要摸不到桃子存不住牌了 倒还好说 这边孙权香香啊 boss啊 你主要是你摸不到桃子 还好说 你要是摸到桃子吃个桃嘛 对吧 这边看能不能打死 好难啊 这帮魏国怎么这么多桃子 有的时候就魏国桃子特别多 有时候魏国就搞叛天 没桃子 一个国家被砍两刀砍死了 你敢信 这边其实可以救一下 因为你不救 这个桃子也是被偷 他他说的理解是就是可能觉得香香孙权这个boss太可怕了 其实也没什么 这边香香孙权肯定是被魏国打的 他也没什么 你想带走他也能带走他 这边是救一下 主要是你不救这个桃子会被偷很烦啊 或者会被驱虎 就反正很烦 无论是驱虎 无论是偷都很烦 这边他也不想打越营奔 就不想让这个贾许收 刚才还是应该救一下的 你不救 反正要么被驱虎 要么被偷怎么都不好 这边原因应该是去了 看看还有没有机会翻盘了 必定有贾许嘛 因为你有贾许 你这边摸一张杀就把司马带走了 很有可能就把司马带走 把司马带走 这游戏其实还是能玩的 因为有除了有贾许以外 哎呦我天呐 这边有还那个藤甲还是能带走 因为这边有何太后吧 你如果带走一个人 就能摸六张牌 这还很赚的 这边掀开一代牢啊 这边他无懈表示不想让你有杀 然而还是有杀 这样就被玩杀了 所以玩杀这个技能就是 专科大卫国 那你也没有什么遗憾的 你这藤甲 我就不多谈了 同样是藤甲 一会咱们看看后面的藤甲 不是这局啊 这边有连弩了 机会来了 连弩三张杀 非常有机会 不过看看能不能偷到连弩 好手不够骚 扶他 反正有闪了 对吧 有闪有八卦 这肯定毒他 这时候你就不要考虑什么国家卖不卖血的问题了 这你肯定要打他 打这个国家和寻遇的 你不打他俩勇敢不死 你就肯定输 这边他把黑色闪电拿了 还算机智 因为黑色闪电 很可能就是贾许的翻盘盘 然而这边贾许的运气也是蛮不错的 杀比较多 还有两张铁锁 就看能不能秒掉国家了 秒掉国家的话 真心就能赢啊 那边寻遇曹人 说实话还挺怕贾许太后的 连一下 这托管还打个武器 哎呀好寂寞啊 还真的带走了 你敢信 好 这边一冰一乐 冰留一下 下回合再冰 这以后他因为乐住了 就没必要冰了 对吧 结果呢 天度了 但这真没办法 毒他 反正有闪嘛 这边天度了 是真没办法 天度是 如果不天度的话 只把就稳赢了 后面火攻南蛮 冠尸府 还有这个 冰凉村断毒酒 这边 杀谁呢 你这是 你杀案将干什么 你不杀这个贾许 杀案将是什么意思 好 这边看一下 防止这个乱军之中 带走裸奔 这去杀人家 对不对 这这里杀了 可以收了 对吧 收 因为太后和你群遇不一样 太后人家收个人头 人还能摸三张呢 然后这刘老板 就是始终不想死 因为他收个人头 还可以摸三张牌 这不一样的性质 还不死 还不死 好 终于死了 这边可以先不着急 没闪 没闪就不要毒了 反正单挑的话 你就等机会吧 有闪 闪多了以后再毒他 就慢慢打就可以了 这边明明着是没杀的 所以肯定放南蛮 有杀他肯定出了 这群遇也是倒霉啊 就全是闪 没杀 这边是没闪 不敢毒 那边是全是闪 没杀 有趣啊 当然两个人如果换一下的话 还是寻衣倒霉 因为这边毒他 人家摸一堆闪 你那边有杀也杀不中 现在有闪了就可以毒了 休息一会儿 休息是没有用的 这边拆盾也可以吧 拆轻耕剑 我觉得好一点 因为拆了轻耕剑以后啊 你就可以随便的毒他了 你不需要杀 靠杀输出了 你就毒他就可以了 最终还是毒死了 逆转了这个三个胃果 这盘有意思啊 这盘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他起的这个录像名字 挂上兽衣看快播啊 嗯主持小玩家的力量别如判 267玩家感觉他录像这边 嗯三个无国四血的都可以选吧 肯定要选孙权是肯定要抓的 对不对 你不可能去想个孙杰环盖 不抓孙权 那就有点蠢了 孙权肯定要抓 然后孙杰环盖随便了 最终他想到孙杰环盖 快播神器啊 你们是不是觉得这局一定有大嘴 然而这局并没有大嘴 五股风灯 拿个顺手 肯定要拿顺手啊 因为你拿顺手 你可以不顺别人 但是你要是不拿别人 没准就来顺你 就很烦 对不对 这边过了 没什么好顺 不要也没啥 又没防具 你顺个距离没啥意义 现在 他选择留在手里 也可以吧 你不留就会留张九 对吧 尊重一下大嘴 万一有大嘴 当然留顺手也不是 也是可以的 就是万一一会儿谁挂个防具 还可以撸一下 这边寒冰 这种四血 打四 就是上来四血 盲四血 这种完全看不出身份 因为四血盲四血 从中理论上来说 没有什么理论依据的 这边这个126 谁也不顺 他也不拉嘲讽了 好 194 直接至于尾 看189 看完了没拆 这种并不能说明 他俩就一定一会儿 对吧 这都很正常的事情 这边有人去杀了 看起来不大像五五 但是你敢杀人 那边还有距离 人一会儿会杀你的 好 南蛮入侵 然后呢 曹老板出来了 吸了一发南蛮 带王看我的 哎呦 这边这个带王看我的 在副将 主将说明是个女的呗 有非常有可能是黄月英 好 快波神器已就位 你们可以看看这个快波神器 能挡几点输出 这边面对着 谁敢挡我的大象阵 加上这个曹老板 挡了一点输出了 这个曹老板就喜欢干172 不知道为什么 看你等如何抵挡我这大象阵 这哥们 咱们推断一下他身份 这哥们有点疯了 这还放啊 这边住 这边 粗略猜测一下 他要么就是贾许 要么就是 旁统 要么就周太 你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你是真不怕大象阵啊 你是这边好像没有多少位过的样子 你是真不怕大象阵 好 两点伤害啊 又挡了一点 这个这个快波神器 真真是吊炸天啊 好 这边祝容也没有拉嘲讽 谁也没乐 他也没乐 曹操 他他其实是巴不得曹操 他继续放的 对吧 就反正你放吧 放把这些暗箱都放出来 放出来 瞧瞧看 什么大家都没有动 这边我也不乐 对不对 这边不要扔乐 这边你扔桃圆 他盾就可以了 这盾没什么用 现在你有快波神器 还要什么盾 你别扔乐 扔乐不好 而且这个乐还可以留着 对吧 这边曹操继续放 管你这些321 反正没有卖血了 194好像是旁统 看起来 看你等如何抵挡我这大象阵 看他这个套路应该是旁统 是周泰的话 你这么放 说实话 你也是坑队友 这边就果断看快波神器的 看看你到底是不是跟我一会 你跟我一会我就稳了 就稳稳的 是吧 好 拆桃子 好 真的是黄月鹰啊 这回黄月鹰开始放了 估计他要保194 他至少不能让194 那么快死 因为194这个放南蛮的动作 就非常非常像鼠啊 不不 是无的概率 其实非常低了 他说他不怕 他他这是嘴盾啊 这不是嘴盾 这属于通牌了 你这告同200 我是旁统 你赶紧射 我不怕 反正这边有人死了 不知道啥为了 你独菜 好的 独菜了 那你美貌的月鹰 有话朵 一缕浮云 这挡了 多少伤害了 这腾甲 这鼠都数不清楚了 好 这边去打 跳飞鼠 不是说你不怕吗 给你打出来 浴火重生 浴火重生 好 那这边 旁统打的也没什么问题 反正他旁统嘛 还有各种放 对不对 这边还是继续不动 选择不动 看看有没有人 亮将跳鼠去干 这边这种不亮的 应该就不是鼠了 这种时候 他们说什么 就打一号吧 为啥就打一号 人家凭什么打一号 你们那边都是鼠 人家为毛去打一号 上 对吧 反正人家南蛮都给射死了 这边还有鼠 我真是觉得 你看这局有没有意思 卫国 鼠国被南蛮 被这种各种南蛮入侵 射成狗了 然后人家是吴国这边 毫发无损 这边一周泰 肯定没事 这边一个快国神器 难得一见 难得一见 吴国在 大象铁蹄之下 毫发无损 然后反而是 鼠国和魏国被 打惨了 这边他直接就忙死了 就反正甭管了 三七二十一 你反正也没亮 对吧 反正这边我们就先把你们打死 这边他也顾不上 这个快波神器的了 先把暗角打死 曹涛的打死 然而啊 你们鼠国这个状态啊 当孙权出山的那一刻 当孙权脱下快波神器 出山的那一刻 就是你们 鼠国覆灭之日 说这 这 这说完了就一张牌 就就就就决定胜负了 如果没有腾甲 早被射穿了 射烂了 就一张牌决定胜负 对吧 这边就算你刚才赵云差 腾甲是这个 朱荣也已经不敢放了 把鼠国都已经废了 这边孙权出来 就这上面打了就赢了 那边都没牌了 那边还有黄盖 可以过无数张牌的 一张牌就胜负 你敢信 反正孙权黄盖 这种 你状态这么好 打打这几个鼠 还是很简单的事情 行了 留个无蟹 留个桃过就可以了 这边他反正 只多杀一刀 而且他未必有红杀 桃圆不让他打死一个就赢了 随便打吧 打谁都行 举白棋了 蜀国被大象射死了 你敢信吗 再看一局吧 这局是我打的 也比较有意思 这局我在一区打的 这边四个群雄 这个选袁绍 袁绍在这个 袁绍你不无脑社的话 真的 我以前也做 专门做过一期 袁绍的视频 不无脑社的话 袁绍是非常强烈的武将 这边我选潘神和袁绍 当然了 这局 你们刚才可以看到 我那个录像名字叫潘神 这局 并不 这局 其实跟袁绍没卵关系 我稍微剧透一下 其实跟袁绍没卵关系 当然具体什么情况 咱们就看就好了 看一看这局情况 这局我记得前期好像比较闷 前期咱们稍微快进一下 前期确实比较闷 从中后期的时候 开始进入高潮 这边陆讯选择了亮镜 一顿度视 看有没有人杀他 应该陆讯的 如果说其他人会玩的话 一般情况下不会杀他 而且他还是陆讯是主将 你也不用怀疑他陆讯相向 除非有人刻意去 就这么藏 那我 那我只能说太阴险了 这边大家纷纷都是表示观察一下 对吧 这借刀也没必要借 因为你借刀 你说你指谁也不合适 对不对 你不指陆讯吧 仿佛跳舞 你指陆讯也不合适 所以就干脆不借 老老师待着 好 这边一个难玩 夹学也出来了 如果说贾讯和陆讯都是理智的 他俩是不应该互掐的 没什么意义 如果说他俩不理智 就很有可能互掐 那最后就两败俱伤 其他人开笑 对吧 就看你们怎么玩 卢讯应该看起来也没想动 这边也没动 这边一扔了一黑顺 左右护法 谁也顺不了 这边拆连弩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连弩 你还是要拆的 万一他真是卢讯 想想什么阴你一把 怎么办 别的你就不用管了 哎 这个197 然后 就去杀一刀 他这个动作 就很可能是有队友的 要不他这么激进干什么 这边反正前期的话 就是大家也都互相不骚扰 陆迅和贾许都是明白人 这个197去忙199 就不好说 他可能觉得 要么就是 他是觉得这个199是群没打假许 要么就是他是有队友 这都是有可能的 或者说他是个位 打三选不慢 这种都不好说 我这里就继续观察一下 刚才我好像摸到了快播神器 然而我不能挂 这边夹许扔杀 一代劳可以留一下 因为有原哨 一会儿方便需要牌的时候再洗 把装备洗成手牌 这边的托管力回来了 手速也是快 万箭齐发 节奏能不能迅速打开 到现在还没有人动 都不好说 这贾许和陆迅也都比较冷静 好 这边199 只以这笔看不下 也没有打我 好 这边终于有人行动了 有人跳飞裙了 去打贾许 这边的话 那个人看过我 但是也未必就一定是群雄 这种都不一定 他有可能就是血少了 不敢打我 对吧 好 这哥们 这哥们估计是网速不好 这77 又离笑了 这边 陆逊泰史 可能是觉得197是队友 然后直接出来干 好像貌似也没拼过 这样子 他可能感觉197是队友 好 这边关羽张飞 hold不住了 开始出来搞 搞就搞吧 还是怒受人头了 然后戳了一下199 199很不乐意的样子 随便 然而人家有知己知彼 一切都是浮云的 哎 原来是撒笔话陀 发动嘴盾 就把他的杀好玩 好 接下来慢慢看 197 你倒是亮还是不亮 还是不动 好 不动 不动你 他也没气杀 所以不知道是什么 反正我打他 对吧 因为你打过群雄 所以我肯定打你 我不会去打关羽张飞 也不会去打陆逊 对吧 154人家什么没动 也不知道是什么 对吧 接着看 这局还是蛮有意思 后面 其实重点都在后面 都在中期和后期 这边他开个男门 好 祝容直接选择亮将 接下来问题来了 197你到底是什么 我还去打你 对吧 你不亮 你不亮 你万一是吴国怎么办 你万一是陆逊 香香 不是 你万一是香香 我去打蜀国 打死蜀国 你跟陆逊一联手 我们2v2打不过了 你要是卫国 你就老老实实出来 对吧 你是卫国 你出来 我肯定继续打蜀国 我也不会打你 所以你是卫国 你没有任何必要猥琐 这边蜀国也乐的 你看他不亮 他肯定不是蜀了 对吧 他不亮也不是蜀 从我的角度来看 你不亮 你就是吴 你为什么不亮呢 你就是想 想让我去打蜀国 想让我蜀人头打蜀国 然后你再亮了 对吧 想捡便宜 因为你是卫国 你亮了吗 你亮了又没事 我们不会打你 所以只要你不亮 我就把你当无国论处 打你 打到你亮 对吧 你是卫国不亮 你就是蠢了 我是闪电侠 有闪电不挂 就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这国道挂起来 一点不需要 跟你们整那些没用的 你要被批了 潘凤张角 我说我是潘凤张角 你们信吗 顺手前扬 顺个盾 你这不是 对吧 你又去杀蜀国 你就亮了 你这种顺个神装 也不亮 又在这杀蜀国 你让我怎么 我肯定得弄你 万一你是香香怎么办 你说你是香香怎么办 我怎么玩 这边我队友都没有走 季灵和华托都没有走 都在看着我 刀给你拿去 反正你要么就出来 你赶紧的出来 你直位你就出来 你看你蠢不蠢 结果这货 我跟大家讲个道理 你国战这个局势 永远是瞬息万变的 我当时杀你 就是因为你不亮 根源在哪 你自己明白吗 就是因为你不亮 我所以才杀你 因为我怕你是无 你现在亮了位 我自然不会去杀你 而这家伙整场就在仇杀 我就不多谈了 愿意仇杀 你就仇杀吧 他仇杀吧 他还不仇杀我一个 他还带上蜀国 结果呢 两边不讨好 既拉了我的仇恨 又拉到了蜀国的仇恨 这是两面不讨好 人家陆迅太尔子 反正就正常打蜀国 他说我不搞你 你一直搞我 这个游戏是你不搞我 我就不搞你的问题吗 是我搞你的原因 是你不亮降的问题 和你搞不搞 我有什么关系 他完全不明白道理在哪里 你知道吗 完全不讲道理 强盗逻辑 你是为我 你早亮了 你觉得我会打你吗 对不对 不就是因为你不亮吗 你愿意搞 你就搞吧 反正你 你既拉蜀国仇恨 又拉我仇恨 你好不了 不停看结果 我觉得我们五个人里 你最先死 来吧 你看你个仇恨拉的 当然我现在还 这牌杀不了 他有杀 我肯定杀他 下他的装备 以今日之大事 当行此计 你明将了 对不对 你明将了 和暗将的时候 是两码事情 你要明白 你是知道上家是寻杀的 没没错 你可以杀 都没问题 但是国战 每秒钟和每秒钟 变化是不一样的 你 你管前面干什么 现在你亮将 又是一回事 然后他就无脑杀我 你杀吧 你杀我反正 我肯定干你 没什么说的 魏国 不是 属国自然也会干你 刀不能给他 这把刀太厉害 黑柱蓉还敢挂闪电 你还敢挂闪电 我挂个闪电 你们拆了 这时候你又挂闪电 你看 欢迎张飞 开始干他了吧 你就左右不讨好 两面不是人 你早早 这个张辽巡逾 完全属于不会玩的 我不知道他197怎么打 你早早 亮和张辽 你也不偷牌 你都谁也不偷 我不知道你怎么会能来嘲讽 对吗 我 你一个卖血的 你又不偷 怎么会来嘲讽 然后谁打你 偷谁 完全不知道怎么这样嘲讽 现在 这边 这边他死了 屈虎死了 陆迅完全没必要救 他一个乱打的 你救他干什么 你让我收了 然后咱俩好好打 其实咱们都是有机会的 带着他干什么 你让这个乱打的赶紧死了 得了 就收了他 好听 然后咱们咱们咱们慢慢打 大家都有机会吗 关于没有继续捅 我觉得我以为他胜张黑牌了 结果之后我还留张闪 好 阴了我一下 结果他也是死死了 把闪电也带走了 我很伤心 但是呢 我不能放弃啊 这把其实跟袁绍真没卵关系 结果我加一码还被拆了 来玩个屁啊 好伤心啊 这边 我九杀应该是可以带走的 这边啊 进入单挑了 完全劣势单挑啊 我袁绍没用 就单攀缝 他那边注容 魏延能吸血 完全劣势单挑 大家可以看一看 单挑技巧 好这边他还杀我 判个黑闪不闪 这边我告诉你 不要闪 为啥 首先这时候他牌非常少 其次你这里被兵 你只有一张闪 这边你有一个大扣点 你用这个扣点浪费他一张牌 我真不信他有K点 对吧 下伙传他在杀你的时候 你留着那张闪 对吗 然后这我添度了 添度了 当然我这张闪还是有用 你看你现在手里全是点小的时候 你就不能被他杀中了 对吧 刚才有大点 烈士对局要打 先藏着袁绍 最起码一会儿还能浪费他一张志里之笔 对不对 结果我去决斗他 他手里竟然一张闪都没有 全是杀 那我没办法 第二倍 结果八卦阵还被顺了 这完全没法打了 但是也得坚持打 他八卦阵好烦 要不然我没准砍中了 还能把八卦阵忽悠管 他又来了雌雄剑 你敢信 这边我由于是两张闪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不能给他扔了 只能让他摸牌 如果是废牌 我肯定扔了 不让他摸牌 大家注意一下单挑的小技巧和小细节 你虽然是律师单挑 但是也是能挑的 这边他志里之笔 看我一下副将 浪费他一张志里之笔 挺赚的 这边扔南蛮过了就好了 不要手残放出去 他又有雌雄剑 又有八卦阵 而且武将强 怎么办 放弃不是我的性格 过牌继续杀 如果真杀中的话 我会想起先抢他的刀的 我觉得那把刀 在单挑中是更重要的 这边我两张闪 我没办法 我还得让他摸牌 神器来了 腾甲 一号神器到位 一共两个神器 一号神器也到位 好 二号神器也到位 闪电 搞起 火宫 看看能不能拍中了 当然了 他那边桃子 我这边只有一个闪 我不敢拍他的 我不敢跟他拼血 他能吸血 我可不能 这个腾甲 替我挡了好多刀 不过他应该是没杀 有杀 他可以杀我 这个 这里我要顺他的刀的 结果他不让我顺 他有杀 应该可以空杀 我就是刷牌 这边 由于 我有废牌了 所以我扔废牌 不能让他再让他过牌了 有废牌 你就扔废牌 没废牌 那你就没办法 只能让他过牌 就是有废牌 就绝对不能让他过牌 好 这边我就苦逼了 被连起来了 这完全 这完全 我当时心里 刷凉刷凉了 这你这你妹 批了什么 我也死啊 他手里好多好多桃子 你看他的牌 他的武器 他状态 技能 好像 好像我差一点被批 好 上将攀放 先下刀 这时候一定先下刀 因为你并不着急杀他 先把他的过牌掐断了 一定要先下刀 这边他拆我层子甲决斗 下他八卦 现在没意义的 这边 就是做决定的时候 一定要火杀他 把这个铁锁破掉 就赌能破掉 一定要破掉 不破掉 你没有赢的机会 真的一点赢的机会都没有 一定要破掉 你不要觉得自己凉血了 就虚了 不敢破 但是一定要破掉 好 这边他中闪电了 看见没有 真的就不能虚 想赢就必须得 把铁锁破掉 哪怕自己剩一血 对不对 当然他手里全是桃子 这我还得继续打 我还是 其实还是劣势 但是已经通过努力 扳回了一些局势了 我们还得接着打 这里他随时都可能带走我 一个男白衣决斗 就随时可能带走我 这边我看他没杀我 我就不怂 果断决斗他 我觉得他有杀 应该会杀我的 顺手 顺的加一就稳了 然而他又诬陷 好醉 没事 不着急 慢慢打 总会有机会的 这时候不火攻 花色少 先杀 先以杀为主 有杀先杀 因为杀的话 杀众是可以忽悠 加一马的 结果他把我青钢剑忽悠走了 好伤心 这里是不是能有可能能带走他 火攻 他说一杀 这样一个万剑 一杀 咱们就以激烈式的单挑 获得最终比赛胜利 好 然后这边我的 那个机灵队友 对我点了个赞 他们 真是 他们一直没有走 一直在这看我 我也没让他们白看 最终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